欢迎回来,明华园歌仔戏团推出新作《流星》要演武侠爱情戏 不但很难得的从女性的观点切入,而且首度由年轻演员单纲演出 最特别的是,他们都是舞蹈科班出身 所以在身段中会融合芭蕾舞的元素,创新歌仔戏的风格 首席小生孙翠凤这次退居二线而是在排练过程中指导演员 他开玩笑说,这个比起演出困难多了 明华园的新作《流星》是武侠爱情戏,首度由新生代单纲演出 三个主要演员都出身舞蹈科系,将融合中西方的肢体表演呈现出创新的明华园 在他们的身上,你看到他们是中西方的合并肢体的表演 所以谁说歌仔戏不能跳芭蕾 谁说歌仔戏不能有现代的肢体出现,当然可以 流星一反歌仔戏向来以小生出发的传统,敢由女性观点切入 演员们除了扎实的舞系之外,还要挑战细腻深刻的内心系 首次挑大梁演出女主角的陈昭婷,就坦言非常的紧张 明华园首席小生孙翠凤,这次退居了二线,戏份虽然不多 但在排练的过程中,要一人分室多角指导演员,一点也不轻松 我们这戏里面真的是青春版 当然我们这些比较资深的就会被分派到边疆地带 不过我非常的乐意,把这样的机会跟舞台留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 与时俱进,持续创新 明华园要在作品留心中,展现出多年来努力传承的成果